新車 還沒發明片啊 謝謝 可以說你在給嗎 我肚子很餓欸 我現在在我爸的公司上班 大家以後要買新車 都來找我喔 OK 你又不早講 我馬上就有個幫買來新的 不然這樣啦 畢業之後再跟你買嘛 你還沒畢業 畢業就少年幾年啊 我就是比平常久一點點而已 跟阿哲一樣啊 當老師啦 你們看 阿哲好像很操耶 臉都瘦成這樣了 你到底是在忙什麼啊 我最近被調到一個國小訓導處 小朋友超壞的 受不了 那不像大飛 在家裡面工作 賺的錢很多 拜託 在我爸的公司超無聊的好不好 每天上下班做的事都一樣 而且要陪他應付那家廠商 麻煩死了啦 我運籌客戶成難搞啊 像我這樣每天到處跑 追業績 還好剛接到一筆訂單 就是最近新開的那個 歐洲城堡 一坪100多萬 你們做房地產是不是都超忙的啊 嗯 說到忙 怎麼最忙的人還沒出現啊 你說阿誠喔 對啊 還在工作吧 可是現在是下班時間啊 喔他剛剛傳訊訊跟我說會晚一點到 阿誠 這邊 不好意思啊 剛剛劇場那邊東西還在弄啊 我們一點一些 看你要吃什麼再點 喔 來點個蒸籠吧 沒關係啊 那邊吃過一點 劇場裡面 當設計師了嗎 沒有 還不是設計師 就 助理啊 來 阿誠 我的名片 以後買新車找我 幫你打折 欸 為什麼他比較便宜啊 人家是藝術家呢 你是藝術家嗎 是 真正的劇場工作規模 是不是跟我們以前在學校社團差很多啊 對啊 可是以前資源比較少 然後分工沒有那麼細 嗯 當初真的應該賣票的啦 做那麼辛苦 對啊 我那時候演的跟什麼一樣 還敢賣票啊 你們還記得我的造型嗎 不會啊 我覺得這造型超適合你好不好 劇本還是我會寫的呢 而且我記得我們排練結束之後 都會跑到阿誠家幫忙做布局嗎 對 而且那時候布局會動啊 我說快嚇死了 演出是不是人家猜你推不動啊 哈哈哈哈 有有有 我那時候 我今天布局沒辦法超認真你知道嗎 嗯 蠻可惜以後還是拆掉了 嗯 對啊 欸不過那時候排練的時候是不是只考剛放棒啊 嗯 嗯 對啊 我覺得小魚超強的啊 第一次月的考上了不是嗎 我那時候原本是想要填比較有興趣的科系 只是想說分數夠高應該可以填上有名的大學 後來就真的考上了啊 欸 我以前也是啊 本來想填戲劇系 繼續我的演藝之路 搞不好還可以拿個最佳男主角欸 嗯 欸真的啦 後來還不是因為要接家裡生意 後來只好填管理學院啦 真的啦很煩欸 這邊這邊來來來來 你看你看 這邊啦 你要趕快填這個志願 填這邊 唉 後來我大學都是混著畢業的 以前煩惱都會叫我們填國立等有名大學 本來想說以前有學鋼琴 大學可以學學看音樂系 但又覺得自己拼不過那些科班的 就算啦 各位總覺得 大家前志願之後要去問到 先前一樣的法國會 是最理想中的 教學事業理堂公司的學校 那請到這一學校 我們會有興趣 各位呢 來來來來 來是阿成比較好 有選到自己喜歡的科系 其實我覺得你們這樣也不錯啊 工作的薪水都還滿穩定的 工作穩定也就這樣啊 現在市區房價那麼高對不對 這怎麼賺也還不完貸款啊 欸怎麼樣都沒關係 我是一定支持藝術家的啊 來來來乾杯乾杯哈 來來來來 有衣長傳 有衣萬歲 喂 我聽我老公說 最近台灣有一間設計公司 才剛上市 還滿有名的耶 喔 你說最近電視在播那個啊 嗯 阿板不知道是誰啊 滿厲害的 他們好像還有跟很多 年輕的藝術家合作 那你說藝術家 對啊 阿成呢 該不會又不來吧 在忙什麼啊 欸阿成 你到底有沒有打給他啊 怎麼又是我聯絡他 欸 是到底往來啦 欸 坐啊坐啊 好久不見 欸阿成 你最近都在做什麼大生意啊 怎麼前一次聚會你就不來 前陣子剛好公司有幾個案子啊 欸 這是我名片 喔 名片啊 來 多多指教啊 嗯 欸 這不就我們剛剛討論那間公司嗎 阿成一當老闆了 喔 沒有啦 就跟幾個好朋友一起合夥創業啊 嗯 我們又從劇場設計開始 到後來我們就成立一個小公司 現在都是一些生活用品居多啊 欸 你們還記得嗎 以前那些比較有設計感實用性的東西啊 都是國外的品牌 可是現在不一樣 很多東西都是我們台灣自己做的 其實我覺得最重要的還是 一定要有在地的文化特色 這樣才能凸顯我們跟人家不一樣的地方 然後才能進去到國際市場 對耶 現在的人買車都重視節能 難怪客戶都愛台灣品牌的車 我們要跟你多學一下來對啊 好啦好啦別說這個啦 趕快乾了吧 來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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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去哪裡啊 我家 睡不規啦 啊 我們約時間去旅行啊 好不好 好 阿正 日本又會來啊 什麼時候會過 這個月都可以 阿正 這個月 美女 日本 美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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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 Mat 美女 美女 美魔 美大 美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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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